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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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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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像谁发朋友圈 就是说应该是空间到了 但时间没到 我觉得这个是我挺认同的 因为我自己不太懂技术层面的 就是比如说像 因为我都是看Blog72的 不不 Sorry BlogVC的《研报》对吧 然后我是认为从情绪角度来讲 你看其实大家还是有相对多的人 在讨论这件事 而且还是有相对多的人 在去看似在抄底 然后再去所谓的关注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离我们过 因为我13年开始买第一颗比特币 对吧 当时其实我是看着我们的创始人 就是我们俩在洗浴中心按摩的时候 看着他拿俩手机跟着在操作 对啊 就是直到 我觉得那一次的熊市 然后有一次印象特别深 就是我们俩也是在讨论按摩技巧 对吧 然后我看他不再拿手机了 我说为什么这次你不拿手机了 他说哎呀这个熊市到了 说这个现在已经买不买比 已经无所谓了 因为已经横盘很久了 我觉得可能在明年年初的时候 大概率是会这个状态 就是大家又可以放下手机 好好聊天 然后好好聊到技术 对吧 好好交交朋友 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看法 因为我们都是从A股过来的嘛 A股有一句话叫做 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 大概逻辑就是熊三年 然后牛一年 就牛一年的钱 你基本上把三年的钱赚够了 然后你就可以慢慢地 再等下一波的机会 其实我们自己没有那么乐观 我就不知道他们最近抄底的事 我们还在想着 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二级团队嘛 但二级团队没有对外 做太多的这种宣传性的东西 所以大家都不太知道 我们有一个二级团队 但是我们二级团队也是 自己对市场的研究 还是比较多的 因为这帮人基本上都是从A股的 证券跟期货市场过来的 如果要真的说 这个市场进到冬天的话 那冬天可能还会比较长一点 没有想象的这么快 我觉得这好多人 对区块链的一个想象就是 大家想象中的这个事情呢 比实际发生的这个事情呢 要快 就是每个人都希望 这个行业能够快速地增长 然后我能够在里面赚到一笔钱 但实际上来看 这个行业没有我们发展的 想象的那么快嘛 还是要稍微地慢一点 所以大家尽量在冬天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心态 给稍微地放稳一点 我们自己还是觉得 如果说明年会有一波大利好的话 这波利好可能会在7月份到9月份 因为有一波做那个 Layer 1,Layer 2 就是新的一个TPS的解决方案的 这么一个一波的那个技术公司的 他们的时间周期 就按照他们的这个时间表 应该会出现一波新的解决方案了 那个时候是真正的一波 技术层面的大利好 但如果还有更好的这个事情 就是政策层面的大利好 现在主要是各国的监管趋紧 然后造成了市场上的吸引人太少 所以整个市场就突然一下子 有一个掉档的感觉 但如果有个政策层面的大利好的话 那是大家都应该非常想看到的 刚刚各位老板 就是一个是 我觉得还是要自我介绍一下 虽然你们大家都是网红啊 这个我是来自这个共识实验室的人真 也是网红 对对对 也是这个火星的生态基金的 这个我们共识也是火星的一个生态基金 然后刚刚几位直接就直入主题啊 讲的就是从宏观微观 就直接就讲到操作层面上了 从我角度来说呢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两个方向吧 一个呢就是从宏观上来说的话 为什么会有这一次的这个 这么一个我们叫做大的熊市的来临 我觉得还是一个规则上的颠覆 就是大家可能如果我们再回到 从现在再回到过去的话 就是我们再往回走半年或者是八个月 你们还愿不愿意去买 在那个时候再去买币 对吧 再愿不愿意再背 背割一次韭菜 就是从这个角度上呢 回头来你说呢 就是说实际上 从一开始的那些基础的那些规则 实际上是可能 并不是那么的稳定和坚 就是这个稳固 所以它可能会有一次 重新的规则的一个制定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说 我们还是要等待一个新的制度 新的这个玩法 然后更加的合规 更加的安全 更加的这个 持续性的一种玩法的建立的时候 可能就是新的时代的 新的时候的来临 那么其实我在之前很多次的分享 也聊过啊 就是真正的这个 比如说大潮的来临的时候 它可能确实是有几个大的机遇来带来的 一个呢就是刚刚孙老板言讲到的 这个政策的这个开放 就是现在来说 这种法币的通道也好 还有就包括牌照的通道也好 都太小太小 几乎就是 几乎就不能真正的支撑整个经济的发展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 如果说从宏观层面 从政策层面 有一些大的开放性的通道 那么第二个就是还是刚刚也提到 就是技术上面的一些落地 真正的一些落地应用 包括layer2 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技术实施 供链像牛腾这样的供链的 这种实施和落地 这样子也可以带来一波 这种比较新兴的一些 一些希望和共识 那同样的还有呢 就是包括刚刚也提到的 比特币的责办 各种各样的东西 包括我们新的规则的这个制定 就比如说之前 我们一直讲ICO的这种玩法 那么后面可能会有一些 更新的 更加有这种价值取向的 这种一些新的玩法和规则 那这样的建立呢 可能带来一波 比较好的一些牛市 反正我一直在分享呢 也是说大概有个 一年多的左右的时间吧 我觉得因为 那么从这个 刚刚也提到就是 抄底这个比特币的 这个底的是问题啊 我的想法就是说 叫一个呢是熊市还是要屯并 所以呢可能要折击还是得入 这个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有这个共识 对吧 这跟台下跟我说的不太一样了 对吧 台下也是折击入 只是看什么时候入嘛 对吧 然后对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入的时候肯定还看场外嘛 就炒股也是要看场外嘛 你炒股也看场外 看期货看一些东西 所以你要看现在 现在场外 也有很多买盘 也有很多卖盘 对吧 然后有一段时间 狂跌的时候 那个信心掉下来的时候 买盘突然又没有了 变卖盘了 但是现在慢慢又看到 很多买盘 所以就是说还是 注意多方面的观察以后 我觉得可以 可以适时 还是熊市 中规手里 不要不齿币嘛 对吧 就这样子 OK 我插下去 所以你认为多少钱是底 多少钱是底 就说半天得说点重点嘛 对吧 我觉得现在三千 其实是一个可以搞的事情 可以搞的事情 可以发快讯了 OK Wilson怎么看 掌声 掌声 春天来了 看起来 什么是寒冬啊 给大家直观一点 寒冬在哪 我说直接一点 寒冬呢 只有带有这个 法币本位思维的 才有寒冬 基本上 所谓的熊市 或者寒冬 只影响到一种人 不好听一点说 叫赌徒 好听一点说 叫投机者 也就是在近一两年 因为这个币价涨起来的时候 想进场 然后又想以法币退场 那对他们来说 就肯定是熊市了 是寒冬了 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 一个投资者来说 他投资的是技术 他投资的是价值 他投资的是未来 而我们永远知道 投资绝对不是 这个短期 甚至是中期 那不叫投资 真正的投资 是证实自己的眼光 以自己的行动 来证实自己的眼光 而如果真正是 投资在这个区块链中的 很简单 我不管到底是什么事 我手中的币 没少啊 对吧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如果 我以这个币本位来说 我可能在当中 我会把本身的 这个主要的币 我们大家众所周知 主要的币 就是一般我们所提的 就比特币 和这个以太坊 对吧 一般我就说 比较主要的 那我们都是以它来作为 一个这个 加密资产的 区块链的 这样的一个本位 那如果说 我们是以本位 来投入项目 也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我本身 是看好这个项目 看好这个科技 看好它的未来 那它短期的 这样子的 一个市场 实际上 对我一点都没有影响 因为我确实是 真正的积极 参与到了项目之中 那我的币 也没减少 河来的寒冬 河来的熊市 我也没感受到 所以这个是 可能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 我首先是这么看 然后当然 我也很了解 这个 法币本位的 这个思维 那一法币 本位思维 那更不用说了 对吧 我们只要问自己 本身几个 很简单的问题 首先 这个技术 是不是未来 是吧 这个我们必须问 几个很简单的问题 如果这个 绝对是未来 第二我们要问的就是 我们现在 所参与的 所投入的 所持有的 不管它是什么币 请问它 会不会消失 好了 如果有未来 它又不会消失的话 那我们又何来 任何的恐惧和惧怕呢 对吧 这个是一个 我对整个所谓的 寒冬跟熊市的一个态度 威尔森是一个价值投资者 你们是价值投资者吗 晚天你是吗 BlogVC和我本人都是 我觉得 太棒了 那你怎么看 因为其实曾经 李孝来曾经 有名的那段录音里面 曾经严重的嘲笑过 在币圈做价值投资 这件事 你怎么看 孝来老师 那个录音和 孝来后来出的那个韭菜的自我修养 我都听过 然后看过 然后我觉得里面 还是有很多很有价值的东西 然后回到价值投资本身上 我觉得 孝来这个语境是有 是跟一般的语境有区别的 就是说 它是在描述17年 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 这样一个非理性市场 充满泡沫的市场中的一个感觉 他在认为这个环节中 是可能没有那么多价值投资的 但是现在这样一个泡沫破裂 然后估值回归理性的 这样一个环境中 我们认为只有 真正去不停地在市场中 去寻找优质项目 然后去寻找价值挖地 然后在合适的时候 买入并长期持有 然后真正践行 这个价值投资的理念 才是我们在未来 获得回报的这样一个基础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夏威老师也没有说错 然后在现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价值投资 才是真正的唯一的真理 我们需要去遵循的 所以其实商业的逻辑 是没有改变的 是这样的 OK Wilson 你怎么看 对于这个所谓的 之前我也听过这样的一些说法 就是说这个价值投资 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那我们要看一看 就是在圈内呢 我记得 尤其是2017年过后 有很多人 当他们提起说 给做个介绍的时候呢 我发现到有很多人 是这么来介绍 他们认为是大咖的 就比如我给你介绍一个这个谁谁谁 他投资了60个项目 我来给你介绍下一位谁谁谁 他投资了85个项目 他们是以项目的多果 来决定一个 这个所谓的投资者的这种 没有没有 峰时和孙总不是这样 不不不 我不是说 我是说 就在这个17年18年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有很多这样的一个 一种介绍 甚至当有人在介绍说 哎呀这个是什么大事什么的 他也投资了很多 我说错 我投资不多 很少 我贵金不贵多 我认为一个人的精神 必须专注放在有价值的地方 而不是耗太多的精神 去把类似我们叫做这个散弹枪 你知道吗 就你打鸟的时候 你不是对准一只老鹰把它打下来 你是说 我反正我这个散弹 我这么打出去 总会中几只 那我不是那个心态 所以呢很多时候 我认为 在这间中真正的呢 实际上我时常都说一句 就是在牛市中 实际上你分不出 谁是英雄 谁是狗熊 也只有在这个 所谓的寒冬中 你才能够看到 真正的有实力的 有眼光的 它才会在此刻站起来 所以呢 我给大家的一个 可能一个提点 一个意见就是说 很多人会认为说 我等这个市场热的时候 我才来站出来 那日常冷的时候 我就暂时休息一下 我有相反的看法 如果市场都在火热的时候呢 基本上 谁都是英雄 对吧 只有在市场 现在就比较淡的时候 比较冷的时候 你站了出来 而且你还得勇敢的 更加的站了出来 也算是为这个行业 为这个圈子 做出一些贡献 那才能够真正的 不管是为自己也好 为整个行业 增添这个价值 因为我本身呢 应该可以说 你说这一三年嘛 我们都是这个 那个时期走过来的 对吧 所以我一直都是 在最低潮的时候 一直挥舞着 那个旗子 说没事 我在这儿 我还记得2015年 年初二月份的时候 当时呢 那个比特币的开发者 其中一个 这个贡献者 那个叫做 我记得他名字叫Mike Hearn 那Mike Hearn呢 他离开了 他就说 他说我把我手中的比特币 他说我都卖了 然后他去组织了 这个23CEV 就把所有的几十家 这个全球的 这个金融机构 联合起来 那你想想看 在当时 已经是这个 所谓的寒冬 跌破200美元的时候 再加上这个Mike Hearn 出来说 说这个 我全都卖了 然后我就做这个23了 这样子的 这个消息的时候 就跌破200 我记得当时在深圳 我还搞聚会 然后当时在场的 不到十个人 我还站在前面说 没事 我说肯定有在 所以就 这个都是一些 一些亲身的经历 所以一直到后来就是 很可能在过后 大家这么谈起来才说 那你 我们就叫你大使好了 对吧 因为我都是很 医务地在做 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也 希望通过我的 一个 一个经历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 对于 就是我们当时 都经历过的 今天的这种 寒冬 像我所说的 它只是可能 这个暖气 稍微地往下 调了一调 它实际上也不算 什么寒冬 所以大家 定着来 不用害怕 我还是那句话 还撑着呢 太棒了 其实我非常认同 Wilson的观点 就是 其实对于 理性投资者 或者说是 一个拒绝理性投资者的 圈子 也就是传统的 VC圈来讲 其实寒冬 冬天是最好的 狩猎的季节 那么风驰 其实之前一直是 在VC的圈子里面 对 那么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这件事 你看都急了 就是确实 因为前一段时间 刚去完马来西亚 我们跟那个Blockchain 就一个叫马来西亚 的一个Facebook 一个群 那个组织 对吧 我觉得马来西亚 这个状态 就是很 就是很 还很温暖的 对吧 但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件事 就是确实现在北京很冷 对吧 所以我现在脱了 这个衣服里面 还是一件长袖 就是 我其实特别希望 Wilson去给我们LP 讲一讲 刚才你这一段话 你知道吗 就是拿住 对吧 招什么急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面对一个现实 就是 最近其实我们 就是最近我一直在 这个我们内部 一直也在反思 也在学习 就反思不是因为投的不好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 我们就是你嘴里 投了100多个项目的一个基金 对 但是我们大概30% 应该在前100名 对吧 还有一个 这个未来在前10名的 在路上 就是牛顿 所以那 我们其实最近 对 前三 前三 对 就是比特币和BCH 然后是牛顿 对吧 然后我们最近在 一直在去研究 所谓的周期这件事 就是你会发现 其实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 其实在大周期下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这个大周期可能不光是 所谓的区块链的周期 或者金融市场周期 它可能是一个 更大的一个周期 在那个周期下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 有一些人是能感受到 整个市场的变化的 比如昨天我又看了一遍 那个大空头 对吧 就那些人通过某一些 所谓的最近比较火的 这个信号 对吧 这个理论 能去找到一些规律 然后他们提前做一些判断 我觉得今天一样 其实今天我们必须要承认 整个市场再变化了 对吧 它是再往下走 那再往下一走 下一个机会是什么 我觉得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 需要去秀的 那我觉得秀到那个机会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 你要跟那个机会的源头 走得足够近 也就是并且你要找到 你能够离那个源头 推动这个机会发展的 这个方向的能力 最匹配的地方 我觉得这件事 是我们今天思考 但说实话我觉得 就是我们并没有 得到一个很好的答案 但如果得到答案 我相信一定是 大多数人反对了一个答案 另外一个我觉得 比较有意思一点 就是我们再从微观来看 其实我跟徐总聊了比较多 就是在三个月前我们聊 其实那时候已经很熊了 他跟我说了一句 特别有意思的话 他说风识 你知道区块链行业 最不应该团结的 就是这帮大咖 但是今天让我觉得 有点悖论 就是这个椅子 后面既然还有名牌 下次活动不应该有名牌 我们应该是一个 纯去年华组织 然后他说你真正应该团结的是那些社群里的人 因为真正帮助这个项目发展的是社群的人 而不是所谓这些在台上的人 我觉得我们除了投了钱 除了一身热血以外 我觉得没有跟社群里面任何人有本质的区别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是真正 我觉得是许总看懂了区块链 所谓的哲学是什么 那我觉得在今天这个市场环境下 也许未来这股力量 真正推动这行业发展的 不是在台上的人 而是我觉得今天在场的这些 所谓能够真正能够带来 有价值社群的人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在思考 所谓到底区块链有什么不同 就像那天我去香港 就一个比较传统金融大佬问我 就是区块链到底解决什么事 我们内部经常会说区块链分为区块链技术 区块链商业 还有区块链金融 那我觉得在今天 显然区块链金融这件事已经 就很凉凉了 但技术和商业层面的事 我觉得反而是我们在冬天 可以继续去研究和探讨这件事 然后最后我觉得扣一下体 关于价值投资这件事 我觉得价值投资 不是拿时间那个维度来衡量 对吧 我觉得有一句话叫投得早 不如投得好 就是首先我们认为 就是我们其实在熊市 还是在不断出手 最近我们投了两三个 其实我们认为牛顿 我们也是在熊市投资 那为什么我们就是认为 其实所谓熊市最好的投资机会 我觉得从投资机构角度来讲 就它的价格和价值 其实是偏理的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必须要出手的一个阶段 如果从感性角度来讲 就是我们认为在熊市 还在做正确的事情的这些人 那一定会在牛市能够有爆发 所以这两点是我们判断的一个本质逻辑 就是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 这个理性的一个判断 你觉得呢 孙总 说得特别好 那个 我特别认同那个 刚刚风驰说的那个 对许总记者刚才的一个论点 就是 区块链这个时代玩法真的是变了 它不再太去认同一些 所谓的意见领袖 然后不太需要一些 大力量 或者是大财团的支持 然后这个事情呢 就能比较野蛮地生长起来 这个是我们当时选择牛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我们自己在编头的时候 还在编做很多的思考 然后 因为我到那个牛顿办公室到了很多次了 每次跟徐总在聊的时候 都能够有很多新的这个感悟 或者新的知识点能够获取进来 我觉得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够这样不停地思考的话 这个项目一定是越做越大越做越好的 最怕的就是 你选择了一个方向 然后这个方向呢 你也不做任何的调整 然后就一本子扎进去 这种类型呢 是我们觉得最可怕的 我们之前也遇到过这种类型的这个事情 但实际上我们自己在投资的时候呢 也在不断地纠错 我们自己犯过的错 我们也认 因为我们确实自己的水平有限 但是我们还是在不断地学习新的东西 一个新的知识 就像刚才那个Wilson就说 为什么我们自己还出现 很多朋友就说 不是冬天了吗 你还出现那么多干啥呀 我说我对这个事情的价值 还是有不一样的认可的 你说到了冬天 一般的VC跟PE 现在好多都跑到东南亚去旅游了 对吧 去度假了 刚才那个 昨天就有一个人说 他们出去团建去了 已经开始进入放假的阶段了 因为大部分的投资机构 基本上在10月份 都开始封仓了 都开始关门了 实际上我们还在投资嘛 我们之前投过牛顿 然后呢 我们在上个月还投过 另外一家比较大的这个社群 叫天涯 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 我们觉得下一波还会有很多新的机会出现 就是如果不是在这么 这么严酷的 这么愚蠢的这个监管的状态下 下一步会有更多的大用户的互联网社群 然后向区块链社群的转移 两者的结合会爆发出更多新的机会的 我们觉得新一波的这机会呢 还是在不断地出现 而且呢 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价格确实好谈了 我们还挺开心的 好 凯文 接着两位说啊 就是说不光要投啊 还得拿住 对吧 然后确实也是 因为我们积极活跃在各个这个活动中间 或者是一些自己也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 原因也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机构也好 可能也要释放一些正能量 或者是说一些正面的一些东西 就是说整个这个行业 本身还是有一些 正在做贡献 正在积极 正在努力的一些项目 一些机构 一些各种各样的社群 各种各样的组织 我们是希望把整个区块链 这个行业 把它做得更加的健康 更加的这个叫做鲁棒 更加的这个 能够生存的更加的长久 所以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哪怕是冬天 我们也一直在做 不像就不能说 好像是哪个机构 今天又关门了 是吧 明天大家又看到各种微信说 多少多少区块链媒体 多少多少区块链 拖空放的都没了 我们希望大家不要给大家 带来这样的一些印象 那么回到这个价值投资这一块呢 就是因为我本身本人也是一直从事 之前一直从事这个传统的VC行业 我们从创头做VC这样子 那么现在我们从始至终 受到的教育也好 或者学到的东西也好 就从来没有说出去 去看这种非价值的这种投资 但是只是说我觉得 从区块链和区块链的这种 项目的角度来说 可能它的价值的这种定义 会有一些变化 就是从股权的角度来说 你去投资可能看它 它单个企业的这种盈利能力 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些形态 那你在整个区块链行业的 价值投资的时候 你可能看的更多 可能看的是社群的共识 看的是这种整个给这个 这个技术和整个行业 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价值 还就是说我们对价值的认知 会有一些迁移 但是始终来说 我们还是围绕着整个 区块链的价值投资的逻辑 在做在投 那包括我们现在也一直在 当然我不得不承认 就是说我们的投资 慢了很多很多 但是我们还是一直在坚持 做一些各种各样的投资 那么包括我们也在做 很多的全球的 以及海外的一些投资布局 这一块 反正也是希望能够 释放一些积极的态度 OK 因为刚刚好提到价值投资 那我认为体现价值投资的其中一样 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参与和投入 要有负责任 那最负责任的一个做法 就是积极的去跟进一个项目 它的成长和它的发展 对吧 你不能说 我觉得这个不错 很多人参与 我感觉很不错 然后我就参与 然后我就不管它 我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 对吧 那首先我们参与了过后 要积极跟进 那在我 就是所碰到的 这些所有的 不管是科技 或者项目当中 如果是这个牛顿来说 我相信如果大家都是 很积极去跟进的话 就会发现到牛顿是 至今来说 一个综合实力 我不想老王卖瓜 但是毕竟这个综合实力 实在是最强大的 最平均也最强大 而且呢 更加重要的一点 它不会让这个参与者的心里 觉得说 有一点不安 或者有一个不确定性 就是都一直很积极的 在这种很好的沟通状态 也就是说 我在随时随地 我可以知道说 牛顿现在有了什么进展 有什么进行 我有什么意见 能够即时的反应 然后我们有什么想法 也会马上很即时的一个配合 而我认为能够达到 这样的一个沟通状态 甚至于达到一种默契的状态的 这一种配合跟结合 我认为呢 在整个大的这个投资环境来说呢 还是比较难得的 所以我认为如果说是很 积极地参与到当中的 整个成长的话呢 我认为是这个心里是没有任何的怀疑的 就是对于它的这个前景跟价值来说呢 是非常的积极和肯定的 这个就是我认为的一个价值投资 太棒了 OK 谢谢Wilson 那么刚才Kevin呢 Kevin提到的这个 未来的价值逻辑的转变 其实为我下一个问题开了一个头 那么我这几天在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曲线 就是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这个曲线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 在2000年的时候 曾经到达了一个当时的一个最高点 也就是当时的历史最高点 也就是5000点 那么紧接着马上在接下来的几年 这个互联网泡沫的破裂的过程当中 马上就调回到了1000点 那么整个这个持续了好几年 一直到08年稍微有点抬头的时候 马上又被金融危机压下去了 当时没有人会相信 这个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还有一天会涨回5000点 但是在应该是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它又达到了一个历史新高 也就是8000点 比上一次的这个历史最高点还要高3000 高了将近50% 高了超过50% 那么我们其实毫无疑问 币圈现在所处的这个状态 就是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的那两年的状态 那么毫无疑问 未来 那么大家既然今天都坐在这里 大家一定会相信 就是区块链未来还会再重新回到8000点的状态 那么在那个状态下 支撑这个价值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价值逻辑到底是什么 那么说的再金融一点 就是估值逻辑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我觉得从宏观围观两个角度来看吧 我觉得宏观上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个公司叫Gunton 然后他们每年会发一个技术成熟度的曲线 然后Blockchain这个技术在他们这个曲线上 从大概17年开始吧 就实际上已经走入了这个高点之后的一个下坡路了 然后目前18年他们给这个曲线在Blockchain的定点 是比较偏向于谷底的 所以这个也比较符合 庆盈刚才说的这个 纳斯达克在00年时候的情况 然后在宏观上的话 我觉得不是很容易来定调说 为什么说纳斯达克 在那时候是5000点是很高的 然后估值一下 一瞬间都破灭完掉了 最后过了几年 然后互联网发展起来 然后可能PE这种计算现金流 计算流量 这些计算用户的这些估值逻辑 然后大家都认可它 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容易 直观去量化的一个事情 然后从微观角度上讲 我感觉目前的所有的这个通证 最好量化去评估的应该是 以BNB跟火腿这种为代表的这种平台币 因为它有非常清晰的这种销毁 或者回购的这种规则 然后我们可以去计算它的价值 然后其他的一些像垂直供链 或者一些底层协议 我们可能对它的估值 更多的是一种同类 这个纵向比较的一个结果 然后我们可能还需要包括跟后面几位一起来探讨这个具体的 像我们说分类 比如说有一些是壁类 有一些是这个弓链类 有一些是垂直的弓链 有一些是底层的应用 它们之间到底互相怎样 是有各自的故事逻辑 OK 谢谢 今天呢我记得刚刚开始 今天的会议的时候 这个许记者 就是纽顿的CEO呢 他开场的那个我觉得非常震撼 就很简单的几个字 就是What is blockchain 就是这个区块链到底到底是什么 可以带来什么 就往这个来思考 那这个区块链在我们生活中 到底能不能够扮演一个角色 那我就可以作为一个 这几年来这个区块链界 这个圈子里面所说的这个价值 因为在这之前 我们也知道很多 不管它做的是什么供链 是做DAPP 是做怎么样的一个项目都好 你会发现到 它就是从白皮书开始过后 就进入了整个ICO的整个过程 就是融资过程 融资过程了过后 然后呢就可能勉强就拿出一些 类似应用的一种APP 什么之类的 但是基本上你会发现到 它的价值体现 都仅仅是在交易所上面的炒作 也就是说币价的炒作 我可以说至今为止 你即使回看回整个那个CMC 对吧 那个Coin Market Capital 你可以看基本上清一色 它的价值都是只体现在交易所上 还没有一个到今天 它是可以体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 这个也就是我说的 很可能我们对于整个这个圈子 对于项目和科技的这个价值评估 要从牛顿开始重新定义 因为在明年过后 当牛顿 当大家都上牛顿 去买袜子 去买鸡蛋 去买农作品 去买任何东西的时候 大家才发现到原来 这个区块链做出来的 所谓的什么币也好 通证也好 它不仅仅是在交易所上 炒作的一个价值 它是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 体现的一个价值 而这种价值的这种评估 这种看法 这个观点 将从牛顿开始 特别好 说得特别具体 特别好 我要加入你的社群 对 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 我可以先分享一个小故事 其实这两天我一直老想起 大概在 就是在北京房子 大概在 北京有一个地方叫回龙贯 因为我父亲是做房地产 然后特别印象特别深 他之前在 跟我讲 他说之前回龙贯的房子 是一千块钱一平米 然后销售呢 来你的办公室 去给你写 对吧 就是你只要登记 就给你先来一趟 就到那个程度 那个大概也就在 我觉得十年前 我具体记不清了 然后当时他跟我说 我印象特别深 他就说 这个房子我就盖了 我还不知道值多少钱吗 这是当时他跟我说的话 然后大概在去年吧 开始 然后他 北京的房子应该涨到十万吧 然后他开始很认真的 就是说什么 我们要投资这样什么房 然后你看身边谁谁买房 然后大家你会发现 这个房产变成了一个刚需 我觉得这个就代表两件事 就第一个前半段这个故事呢 我觉得代表着我父亲的傲慢 对吧 对于这个市场的规律的 他对于这个市场规律 不是理性判断 而是说他认为他懂 我觉得这个跟去年年初的时候 很多 很多所谓的看不懂区块的人很像 对吧 你们都是传销的 包括我很多发小 看我发朋友圈 就是风车怎么又去传销了 对吧 就是老是这种 我现在也不想解释了 那第二段呢 其实代表什么 第二段代表是从众 对吧 你看从一千到十万 这个房子还是那个房子 但是他想在九万的时候 就来一把 为什么 我觉得他还是没有思考 他在从众 那他跟 就这个状态 跟上半年 去年年底的12万 和今天的2万 一个状态 大家都在从众 对吧 因为涨得足够高 大家会买 但今天的比特币 还是那个比特币 对吧 2万多就没人买 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 其实是 我觉得大部分我觉得 所谓的我们的人性所趋的 那他影响什么 就是他影响的 其实是一个项目 真正的价值 我觉得一个项目 真正价值 有两个因素组成 区块链项目 第一个就是 它的区块链的经济体系 其实那件事就是决定 当然每个经济体系 设计的模型不太一样 对吧 就是我私就一个比较擅长的 在坐在台下 我们的合伙人 就是他其实决定了 就是比如说 你所谓的多少人用 然后你是什么机制 其实决定你的价格 这是可以 如果在纯理性环境下 你是可以算出来 那第二个因素影响的 就是所谓的那些 从众的人数 对吧 就是你影响情绪的指数是多少 我觉得这两个 决定了整个某一个项目 就是它的估值的变化 那也决定了我就是 大盘的变化 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好 孙总 好 我就站在比较金融的角度上 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事吧 就现在大家最难遇到的 最难判断的一个事就是 怎么判断一个事情的估值嘛 但其实在区块链 在数字货币这个世界里面 已经有一个估值的参考逻辑了 就是比特币嘛 比特币现在两万多人民币 然后你最后算出一个那个 两千一百万个比特币 总共的这估值是可以算得出来的嘛 所有的项目 就除了比特币之后 所有的项目 其实大家做项目的时候 它的一个参考逻辑就是 我要做成一个跟比特币一样伟大的 或者接近它类似它的这么一个项目 其实目标都已经设定好了嘛 对吧 就有这么一个参考值了 不是说一个没有逻辑的一个事情 但是能做成多好呢 像以太可能就做成 十分之一比特币的价值 或者是莱特更低一点 大家都有自己的价值了 都已经在那了 再给我举一个例子吧 我们最近在美国遇到一个项目 是一个挺牛的一个教授 做的一个项目叫Avalanche 然后他在做天使轮的时候 估值就很贵 最近啊 一个亿美金的估值 就已经这样了市场 就是一个亿美金的估值 我说你为什么还这么贵 你这个估值逻辑 你给我讲一讲 老师就问这个问题嘛 你给我讲讲逻辑 他说你知道我要做成谁吗 我要替代UOS 你看看UOS现在的估值 然后你再给我算一算 我让你现在投我的价格 一年涨一倍行不行 你觉得我五年能不能做到UOS 你觉得我的团队 有没有他们这么牛逼 那你就觉得我现在这个价格行不行 就大概有这么一个估值逻辑 其实放在传统的股票市场也好 都有一套这估值逻辑 可以去参考的 现在比特币已经打了一个样板在那了 我们已经不是说 两眼一抹黑的去随便拍板了 这个事情还是比较容易算得出来的 所以其实孙总是认同一件事的 也就是说 未来比特币还是会是整个币圈的一个黄金 是吗 我进了币圈以后就成为比特币的信徒了 我是Wilson二代 好 我说两个方面 从估值逻辑来讨论的话 一个就是从理论上我们来讨论 就是很早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讨论 这个ICO也好 或者是项目也好 Token的项目也好 这种估值到底怎么算 然后后来我们可能就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理论跳出来 比如说生态系的理论 对吧 那么生态系的理论就是说 你本身这个生态有多大 然后你这个项目在这个生态中又占有多大的份额 你大概能够给单个的币种订一个简单的价格 但是往往这种理论呢 就从来没有印证在一个价值中间过 就是任何一个价格呢 实际上始终都没有遵循这样的理论 原因呢 是第一个呢 本身本身的价格 不管是股市也好还是币市也好 都是不理性的 那第二个原因呢 是因为还太早期 所以基于这种基础 基于这种建设 基础建设来搭建的这种估值模型 实际上在早期上面还是没那么能够应用的 那么同样的 那么如果说理论上行不通的话 那么实际中间我们用什么呀 对标 我们可以想一下 就是比如说 实际上呢 是叫做优秀的公司 为整个行业定标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苹果 它为苹果手机 它为整个行业定标之后 你在小米发IPO的时候 它是奔着那个目标去画的这个图的 画这个梦想 Uber 为整个这个出行行业定标之后 滴滴 是奔着那个估值 奔着那个方向 去做它的估值和它的产业 那么同样呢 我们在这个 刚刚孙中文也提到了比特币 在这个区块链和在数字货币中间的一个经济地位 那么同样的 那么我们在支付行业 或者是在这个电商行业 同样我们也希望本身牛顿 或者是牛顿这样的项目的话 也能够给整个行业去做一些定价 因为这个行业呢 还在这个早期的阶段 我们实际上是必须寻找这种优秀的项目 来为整个行业去做定价 这个是我的一个对一个估值的一个想法 那我刚刚想到如果是这么来做个对标估值的话 那我真是不敢想象了 那牛顿是不是要以这个整个阿里巴巴集团 加这个亚马逊、Amazon 两个集团的全部的总估值加起来 而刚刚还有人说这个电商链商 仅仅是牛顿的一小部分 那这个值 太好了 至少是EOS加瑞波了 我不会估了 我估不了 我也不会估了 这个难以想象 太好了 刚好引出来我下一个想问的问题 就是几位其实都是牛顿很重要的投资人 那么对于牛顿的未来 你们的判断和期望是什么 牛顿 我们感觉那就是一级市场二级市场 包括我们最根本的社群和开发者社群 然后每一个都要发展得很好 然后像威尔森说的一样 就是我们都认知可能现在大众 或者是一些这个持币人投资人 对于牛顿的一个印象 主要还是于可能在落脚在电商这个领域 但是我们实际上要看到 就是就像我们看这个埃萨克牛顿本人一样 我们不仅要看到他是物理学家 还要看到他在光学的贡献 然后他在数学上的贡献 然后包括许总上我讲的 在铸币方向的贡献 然后再对于牛顿这个项目而言的话 我们不仅要看到他在练 他在这个练商上的发展 然后要看到他有自己的钱包 有自己的浏览器 然后他要有自己运行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dip 然后我们的主链母子链的这个结合 然后从这个角度上讲 我的想法跟威尔森实际上是很像的就是 不太敢用自己的想象给牛顿画一个饼 说牛顿就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我觉得基本上是一个正不穷的一个感觉 太好了 风驰 对 刚威尔森已经说过了 我们是这个 他一会儿还要脱一点衣服 当然还有补充 胸口写着价格是吧 就是 对 是这样 我觉得我其实认为这个 我当时更喜欢的是 因为我跟许总聊天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他应该是最理解 在国内最理解区块链 所谓哲学的这个人 所以那我更希望的层面是说 就是能够 因为我觉得像比特币应该是 最像区块链项目的区块链项目 对吧 那我觉得牛顿 希望牛顿能够成为中国 代表中国最像区块链项目的项目 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 这个预期和我认为一定能达到的一个事情 好 孙总 对 我对于这个 我对于这个 徐总的在哲学方面的思考 确实感到特别的敬佩 既往开来的哲学家 可以可以 自出应用掌声 拍一下牛屁 拍一下牛屁 想一下 确实厉害 就是 因为我们见的企业家确实比较多了 如果你说把那个牛顿做一个 那个参照物的话 第一个就是每一种商业模式 大概都有一个它的生命周期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传统的电商模式 基本上已经走到头了 之前在没有拼多多的时候 我们也想象不出来 会有一个人敢出来挑战阿里巴巴 挑战京东 但是出来了 出来了一个拼多多 也过过300亿美金的估值 但下一波一定会有一帮新的人 继续用新的技术 跟新的这个模式来挑战老一波的这帮电商人的 这个公司就是牛顿 然后它的估值 其实大家一加 也就能夹出来了 好 大家回去算一下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接主持人刚才的话 就是说 其实我们对牛顿的期望 其实并不是这么去讲 就是其实我们对牛顿的期望 其实应该反过来说是 牛顿对我们的期望 也就是说 整个我们当时虽然投资了牛顿 但是实际上可能做的贡献 可能还没有各位社群的更多的更大 那么其实牛顿对我们的期望 就是我们也是希望它能够 我们能够更多的密切的合作起来 我们更多的努力 一起把牛顿这个项目做得更好一点 这个才是本身区块链的一个本质 也是Token 只有每个人人持有 人人努力 然后使整个Token增值 这个才是一个本身的一个价值 好 谢谢 那么那个时间关系 请Wilson给我们做 我希望我可以站起来说话 可以吗 好 那这会是这个Panel的一个很好的 一个Ending 我认为呢 我们不需要用期望 就是说我们期望牛顿怎么样怎么样 话说白了 今天在场的各位呢 都是牛顿的持有者 简单来说 货就在大家手里 实际上我们达到共识的话 我们是不需要期望的 我们要牛顿怎么样 牛顿就怎么样 我们根本不需要去理会 到底外面是寒冬 是这个夏天 或者什么牛市 什么熊市 基本上我们 现在在场的各位 就已经决定 我们现在 今天 我们就可以决定 牛顿是怎么样的 所以如果记得的话 记得我之前有说过一个全球共识吗 有没有人可以喊出来有没有 记得 全球共识 全球共识 不是 全球共识什么 对 零点 零零零零零 是吧 这个是首播共识 对吧 大家 你能不能够给大家再解释一下 这个全球共识 对 因为这全球共识是这样子的 当然也有人问过说 为什么不少一个零 对吧 我也想啊 是不是 只是说 这个是我们认为就是 我自己本身认为说 它要有一个合理的 一个去 一个增长 要一个合理的增长 而 因为当时 就有一个就提过说 要多少倍多少倍 然后呢 我是以这个弊本位 然后再基于 这个私募的三十倍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所以呢 就会有这个首播的这个共识 就是0.000015个比特币 就是完全以弊本位来作为一个基础 而且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跳出这个框框 我们再往外一看 什么意思呢 我们也别太投入 我时常说 我们投入 我们有时候也得站出来一看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很投入牛顿 对吧 我们在这里热轰轰 一直说牛顿怎么样 牛顿怎么样的 那我们这样好了 我们暂时先停一停 我们站出来 往这整个币圈链圈一看 确实很冷 对不对 那如果在这个冷冷的这个寒流当中 突然间 有一股牛气冲天 为什么可以有牛气冲天呢 因为这些牛人 大家都有全球共识 而基于这个全球的共识 在这个牛的这个寒流当中 突然间一股牛气冲天 你认为这个全球人的目光 会聚焦在什么地方 会造成什么影响 这首播的共识还远吗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好 谢谢 谢谢威尔森 那么我总结一下 刚才各位嘉宾所说的 其实就是在这个寒冬中 大家投了 拿住了 那么大家一起来达到全球共识 好 谢谢大家